好,關於部落格的識別方法 除了標題以外 第二個就是它的識別圖像 那一般稱之為頭像 那現在這個圖像是完全沒有辨識度 為什麼?這是預設的圖像 那我們要怎麼更換呢? 方法也非常簡單 首先你要有一張你的照片或者是圖片 接下來請按管理後台 看到了沒? 依然是按管理後台 好,按下管理後台 接著到哪裡去呢? 一樣請看貼心小幫手 其中的日誌基本設定 一樣是在日誌基本設定來換 好,我們點下日誌基本設定之後 這是我們之前改的日誌名稱和日誌描述 接下來日誌的圖示在這邊 原則上它是套用關於我 不過我們現在要使用其他的圖片 請點一下這邊 這邊有個圓圈請你點這裡 點完了以後 接著該怎麼辦? 請按上傳圖片 照片或圖片 請按這邊 好,我們按下上傳照片或圖片 這時候它會跳出一個新視窗 一個是從我的電腦上傳 一個是從相簿上傳 那目前檔案在我們的電腦裡 所以我們要按下誰? 從我的電腦上傳 Go 按下Go之後它就會開始 走了 那這個瀏覽是什麼意思? 瀏覽將來請你要牢牢記住 瀏覽就是帶著你的電腦去尋找的意思 將來以後你可能還會看到同樣的瀏覽 那記得瀏覽就是要去找檔案的意思 好,按下瀏覽以後 點我們的圖片 按下開啟 點一下我們的圖片 然後按下開啟 開啟 好,按下開啟之後 接著就可以按什麼? 上傳 上傳 答對了 上傳 好,按下上傳 上傳完畢之後 它這個視窗消失了 這裡的圖就會跑出來 這樣 你以為就完成了嗎? 錯! 有人就離開了 錯!下面請看 這裡是什麼? 確定送出啊 你們按這裡 剛才做的都白費啦 按確定送出 這時候你再回去看 瀏覽什麼 日誌 瀏覽日誌 就會到台前 你會發現 頭像就更換了 那麼這是換頭像的方法 我的描述 我的描述 會看 我的描述 你 會看 我